吃了啊吃過晚飯了 哈哈都可以 親愛的我先掛了他懷了 咱們明天見 夜天你突然闖進來想嚇死人啊 老婆你給誰打電話的 你這衣服我也沒進去穿過 夜天你敢懷疑我 你這個烏拉肺居然敢懷疑我 你不信是吧你不信自己看 老婆我 我會掛電話信我閨蜜勸我離婚 我怕你聽到了傷自尊 沒想到你這個廢物居然敢懷疑我 這種生活我受夠了 明早就去離婚 老婆對不起你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一定加倍努力給你想要的生活 加倍努力 你知道我想要過什麼樣的生活嗎 LV愛馬仕 你憑什麼給我這樣的生活呀 行李這個戳板每個月三千二的工資嗎 你只喜歡錢 好任何你想要的我都可以給你 所以再給我一次機會不要離婚 滾開 又想拿這些東西來噁心我 這是我準備明天結婚一周年送給你的 裡面的東西能讓你得到你想要的一切 所以再給我一次機會 所以再給我一次機會不要離婚 滾開 你又想拿這些東西來噁心我 夜天 其實從一開始我就沒有喜歡過你這個窮屌絲 現在更是不想理你 明天就去離婚 六年前你救了我一命 我曾發誓要一生一世愛你 只可惜我們的感情 算了 我尊重你的選擇 天哥您終於開機了 我現在馬上過去見你 怎麼了夜禮 對不起天哥是我辦事不利 總之您看到資料就知道了 好了天哥我要上飛機了要掛了 我請你 謝謝 總王我真的沒有騙你 只要我們不離婚 你想要什麼我都 放開你這個褲屌絲 你還想騙這種鬼話騙我嗎 你覺得我會信你嗎 你看我想這就是 你不知是 你不知是 你和這種窮角絲都配合什麼呀 雖然一句話才是老廢庫說的 沒下 原來你們倆早就勾搭在一起了 好的很 你先 你為了這種貨色 你徹底斷送了我們的感情 寶貝你終於自由了 現在 葉天你看 這就是我老公給我買的奧迪 你這個窮屌屍 你還說你能給我一切 你還說你能給我一切 你買得起嗎你 保安吧 也是一份正當的職業 一年的工資 其實可以買個輪胎嗎啊 來看不光我 打我呀打呀 老公你沒事吧你不要嚇我呀 他媽的 居然敢打老子老今天殺死 那天你居然敢打鬍子 你要是胡總有個三長兩短我跟你沒完 父親 這是我最後一次農來你 因為我欠你 可他胡慶竟敢羞辱我 那我把他殺了又怎麼了 可他胡慶竟敢羞辱我 那我把他殺了又怎麼 夜天 你居然敢跟老梁裝大 看老梁不打死你 天哥 出了什麼事 天哥最暗部調查 當年就你的女人弄錯了 到底怎麼回事 當年就你的女人根本不是這個賤人 而是另有其人 是他 馬上送我回公司 是 站住 你們這對狗男女站住 你怎麼能不能夠 今天你打了我老公 你不賠個五十萬 你們休想離開 你就只有你這個目光短情的賤人 竟然会觉得我天歌是一名所有的群伴蛋 我真羡慕你这种脑子即使的蠢褥 竟然能陪在天歌身边一年 你知不知道有多个女人 想发生天歌的仇吗 够了叶琳 该走了 老公 这他们骗人的对不对 肯定是叶天这个混蛋 请在这个女人来配合她 对 她那么厉害 会在公司当保安 百分之百下轴 没错 我刚刚听他们说要去公司 走我们去找他们 行去公司 看老师怎么才能的上头 房哥你这是被绿了吗 急着去跟城长告状 哼 哼 保安哥今天脸色不太好呀 我看他印堂发绿 头上怕是有个青青大草原吧 哎呦我去你这嘴巴也太毒了吧 谈保安哥长这么帅 顾弦怎么会遇他呢 帅有什么用 能当卡刷还是能当饭吃 这连头 穷狂蛋就是王八 哎站住 我叫你站住 你没听见吗 叶天 你他妈是不是不想干了 听见了 然后呢 听见了还不站住 你他妈这个小房 是不是不想干了呀 房哥你这是被绿了吗 急着去跟城长告状 你 你呸 还想去搞胡种的状 老子今天就给你点教学看看 啊 搞什么呢 饿啊红红的 不用工作的吗 叶天 你找我有事 找你 的确有点事 好吧 你跟我进来吧 天哥 当年就你的女人 就叫陈月 于庆明月 设九线公司的老板 您之所以会把她认错 是因为她掉落的一枚戒指 戒指上面 刻着负欠两只 什么情况 陈总为什么 建立一个窩囊分 难道陈总也喜欢 长得帅的 天哥 当年就你的女人 就叫陈月 于庆明月 是九线公司的老板 您之所以会把她认错 是因为她掉落的一枚戒指 戒指上面 刻着顾欠两只 但据暗线调查 陈月和顾欠 是大学同学 两人曾护送对方一枚戒指 戒指上 就刻着自己的名字 网络 妈的 什么情况 陈总为什么 建立一个窝囊分 难道陈总也喜欢长得帅的 咱们陈总是那样负贤的人吗 一天这个穷屌丝 居然想高攀我们陈总 呸 说吧叶天 早有东西 陈总 你和顾歉 是不是有意味刻着对方姓名的戒指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陈总 你和顾歉 是不是有意味刻着对方姓名的戒指 陈总 叶天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 你跟天天最近感情上是出了一些问题吧 不过你放心 作为你的领导 也作为他的朋友 我会好好劝劝他们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那这样吧 我每个月都给你加一千块钱公司 你呢给亲人多买点礼物 叶天 你知道你是个好人 吃苦耐劳 这些年也很专一 只要你有上金金 我不会亏待你的 陈总 其实我 陈总 大家看我 saja 对 你 喂赵总 哎呀你可终于联系我了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您那剩下的五百万 什么时候能到账啊 什么 到不了 赵总您什么意思啊 银行那边已经催我很多次了 如果今天再到表彰的话 我的公司会被查分的 赵弘扬 你当什么人了 你真的以为我会为了五百万 发出自己的底线和尊严吗 我根本不需要考虑 不可能 永远都不可能 混蛋垃圾 叶天你居然敢在公司打人 你是不是找纯月做护台 好了我算是明白了 好小子 敢在成都面前干我的状 我弄死你 啊 啊 姐姐的你痛不痛啊 其实 你弄去干嘛 弄死他 我弄死他 叶天你活得不来烦了是吧 敢打我们胡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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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天你居然敢在公司打人 你是不是找淳月做后台 好了 我算是明白了 刚刚打我拉福利金 也是你的后台吧 现在又多搭上了淳月 野天 你真是一只令人恶心的鸭子 淳月还要不了多久 会成为糟公子的玩乐 野天 你真是一只令人恶心的鸭子 呸 垃圾 垃圾就是垃圾 真他妈让人恶心 难怪这么硬气 原来找了女人做考栅 野天 不要认为你勾搭上了淳月 就可以在老子面前作威作福 我告诉你 淳月还要不了多久 会成为糟公子的玩乐 我说一遍 你要干什么 你别乱来啊 啊 我说我说 我全都告诉你 这是赵世纪的照片 贵子的圈套 目的就是让成都做他们女人 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 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 否则 你滚住公司 目的就是让成都做他们女人 你参与了多少 我 我冤枉了 这是赵世纪的照片 他合作是成都知己的决定 我我完全不知道啊 啊 啊 怎么回事啊 陈总 这小子在公司打人 一定不要放过他 陈总 叶年在公司里边老是 如果不处理公司的归向制度合杂 我哪放 是啊 叶天 成为公司的安保人员 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 莫泽就滚出公司 陈总 去你办公室 我会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 好 我信你一次 我进来 威儿 这对狗男女跪在地上 给我认错 陈总 去你办公室 我会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 陈总 到时候发财了 你别忘了小子呀 老公 我就知道跟着你是最好的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叶天 我知道你听到了公司的一些分言分语 我也替你感到憤怒 但這不是你打人的理由啊 月天我對你太失望了 你如果能拿得出來 你老婆還會出軌別的男人嗎 月天我對你太失望了 這才有把工作美了吧 然後離開公司 程總 公司最近是遇到資金問題了嗎 先把握你自己的事情打算 公司的問題 還能到你一個保安來小心 我可以幫你解決資金問題 就憑你 幫我解決資金問題 月天 你現在怎麼會這麼話言求語嗎 我非認真的 你告訴我 你還差多 好 我告訴你 五百萬 我需要五百萬 你一個月三千二的保安 你能拿得出來嗎 如果你拿得出來 你會做保安嗎 你如果能拿得出來 你老婆還會出軌別的男人嗎 程總 五百萬對於我來說根本不算什麼 還有 我跟顧倩 已經離婚了 原來知道我給你老婆的好朋友 所以想 所以想勾引我報復他 原來知道我給你老婆的好朋友 我跟顧倩 已經離婚了 原來如此啊 怪不得你今天接上了一次的愛護士 原來知道我給你老婆的好朋友 所以想勾引我報復他 葉天安 你這麼做 不讓我更瞧不起你這個窩囊肺 現在 立馬從我的公司滾出去 我一秒鐘都不想再見到你 陳總 你把公司正好發給我 我會向你證明我沒有撒謊 夠了 我這個時候的你開開眼 你不就是想睡了我 就幫我清晰嗎 好 我給你這個機會 只要你是服務門了 我成月 就可以睡一次 好 我給你這個機會 這份合同 這份合同 原本是給趙黃楊擬定的 只要他支付了五百萬 就能獲得我公司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權 不過現在為了配合你卓越的演技 我必須要加上一條 只要你支付 只要你支付五百萬 一月 就給你退一次 還要我 還亂著幹嘛 沒有想跟我上床嗎 赶快轉賬啊 馬上向這個賬戶轉賬一天吧 賬戶號碼是51686888 月天 你哪來這麼多錢 月天 你是不是幹了什麼違法的勾當啊 不然你一個保安 哪來這麼多錢 你這錢怎麼來的都會沒有任何管理 我現在就是銀行把錢推還給你 不然你一個保安 哪來這麼多錢 算了 你這錢怎麼來的沒有任何管理 我现在就是银行把钱都还给你 陈总 合同已经生效了 你再退给我也没有用 还有 你就愿意看着公司遭到小人的迫害而倒闭 还一闭 月天 你不要乱来啊 你等我会报警的 你等我 卑鄙 我成岳虽然是个女人 但印象说话算话 这种恶心的公公 就是想睡我吗 行 时间 地点也来地 现在 你可以滚了 既然陈总都冒我是条公狗了 那我不做点什么 是不是有点对不起自己 你说的 时间地点我来地 那好 时间就是现在 地点就在这 陈总你是自己动手啊 还是我来帮你 约翩 你不要乱来啊 你等我会报警的 慢来 我只是旅行合同上的约定而已 啥 前面 你在这 找到 那 而 解采 在这 期待 我 以 你怎么了 这发生什么了 你被人下药了 所以才会失去意识 下药 赵红颜 肯定是那个人渣 不过你放心 我已经帮你把药效去除了 那你为什么没有趁机对我 我还不屑于 干那种趁人之危的事 叶天 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想要你真的接受 可是叶天 这是为什么 你以为给我一千万 我就能爱上你吗 叶天 你觉得可能吗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还有 我之所以签下这份合同 并不是因为我想睡 叶天 你觉得可能吗 我有足够的耐心和决心 也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 我想知道你 因为我欠你 你欠我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还有 我之所以签下这份合同 并不是因为我想睡 而是因为 我想陪在你身边 好吧 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么做 但是还是那句话 我承越 一向信守成功 既然你放弃陪睡的条件 那么作为交换 我可以和你结为协议夫妻 不过你要清楚一点 这里的协议内容 只是为了让你留下来 你放心 在你真正接受我之前 我不会对你有任何非分之间 好了 走吧 虽然你现在不参与公司管理 但也该让他们知道 你现在很準 我不会对你有任何非分之间 哦对了 叶天 虽然你现在成为了公司最大的股东 但是税业人工 我还是希望 我们要过多年 资业人 放心 我不会插手公司的任何业务 这家公司是你的 这谁也改变不了 哦对了 你回想一下 公司遇到资金问题 是不是有人从中做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胡庆第一个脱不了感情 我回来的时候就注意到 没有胡庆 还有胡倩 他们两个不见气 反正却我与赵红阳 你现在不参与公司管理 这恶毒 算了 走吧 虽然你现在不参与公司管理 但也该让他们知道 公司新老板 叶天 这怎么可能 叶天就是穷加斯野人当公司新老板 这他妈不就跟我一笑吗 大家都把手头上的事情放一放 来趟会议室 我有重要事情要宣布 那我现在想要宣布 你不能参与公司 通知 泽红阳 我自己都不参与公司 你没ガ了 你不能参与公司 我的手头上的相对 那我就简单解释一下 大家都清楚最近公司急需五百万周转 就在刚才 叶天先生个人投资了一千万 已经达到了公司账户上 我已经和叶天先生签设了股权转让协议 现在叶天先生就是公司持五百分之五十一的最大股东 老板以及董事长 我玩哥哪个一亲了 陈总您疯了吧 陈总你为什么要包庇这个狗东西 难道你们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保安哥哪个一亲了 陈总您疯了吧 这个臭保安一个月工资才三千二 他要是能拿出个一千万 我会和他离婚吗 打死我也不会相信 陈总你为什么要包庇这个狗东西 难道你们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陈总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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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 你是咱们公司的财务 可以赢上哪个步 现在的大电话请来一下 公司是不是有1000亿的账 尊敬的客户你好 这里是渔州民列设计有限公司 商户的今日账目 好的女士 请您提供一下创新移民 958712 女士你好 渔州民列设计有限公司 上午10点49分31秒 收入1000万元转账费款 口实叶白天的天 收入1000万元转账费款 你没有搞错吧 女士你好 系统确实显示了1000万的费账信息 不不可能 他不可能有这么多钱 帮我查一下付款人的名字是什么 对付款人 查账账人的名字绝对不是他 好的女士 根据系统显示 付款人的姓名为夜天 口实叶 白天的天 啊 这怎么可能 他怎么会有一千万 如果女士您对这些信息 有任何疑问 欢迎随时来我行业夜听 进行查询 夜天 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夜天 你有一千万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这里面有500万是我的 我命令你 现在 立刻 马上 必须赚给我 否则我去把人告你 告你隐瞒财产 这是我的个人婚前财产 你去告我 找个最好的律师 好啊 那个贱人 刚刚还叫我老公 现在叫他老公 去东哥以后还倒打一耙 这是我的个人婚前财产 你去告我 找个最好的律师 你 夜天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明明有一千万 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是不是皈依让我难堪 我告诉我 这就不要 难道是昨晚那个礼盒 那老公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你还是爱我的对不对 我发誓 我一定不会再说出对不起你的事了 母亲 你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我都已经跟你说过了 你已经断送了 不 是父亲 是父亲那个王八蛋勾引我 如果不是父亲勾引我 我这么爱你 我是绝对不会做出对不起你的事的 好啊 你个贱人 刚刚还叫我老公 现在叫他老公 如果勾引我还倒打一耙 我吓死你个臭苗子 我蠢月 自认为对你们不差 你们尽管算计公司算计我 我可不敢用你们 我会让你们跪下来给我磕头认错 你们还是先考虑一下自己吧 每人一万块 把这两个废物给我打出公司 谁打的最卖力 我多奖励一万块 你喊我们你要存傻 别跑 我让兄弟们赶点钱着 不要担心 赵黄阳的事我来解决 叶天我很感激你帮助我 我也愿意信手程度嫁给你 这不代表你能口出狂言动作动作 就这个时间了 算了我怎么把这个也忘了 陈总刚开始开张结了 就像我朋友结婚了 我这朋友开出去 这都可以我还倒打一把 我吓死你个臭苗子 你弄死你 弄死你 你弄死你 你弄死你 不需要叫你员工 啊 啊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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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月 咱们这么多年的同学 你真的忍心把我赶出东西吗 陈总 我在公司这么多年 没有功能也要苦劳 你不能吃吞我呀陈总 我陈月 自认为对你们不差 你们尽量算计公司算计我 我可不敢用你们 月月 难道你真的让我们无家可归 流落街头吗 陈总 你这样说就不怕含了大家的心吗 我想你们两个都搞错了一件事情 我现在是这家公司最大的股东兼老板兼总 所以你们两个的去留 完全由我叶天说了算 你亲 你是真的蠢 一个好男人在你面前 也偏偏跟了这条野狗 所以你们两个的去留 完全由我叶天说了算 叶天 你个绿王八也没吃吞我啊 不愿意为你靠陈月上位了 还不是被我给绿了 你知道你老婆在床上有多骚吗 叶天 你个狗东西 我诅证你不得好死 还有你陈月 你是不是早就和叶天上床了呀 我们刚离婚你就跳出来了 你就是个彻头彻尾 不要你的婊子 真后悔认识你们两个畜生 叶天 你说我跟叶天上了床 我明确告诉你没有 不过现在 我决定嫁给叶天 作为老同学 我第一个给你发信息 你撒谎 你绝对不可能嫁给叶天这种废物 废物 你真的蠢 一个好男人在你面前 天天跟了这条野狗 不过我得谢谢你的有眼无辜 才让我遇到叶天这么好的男人 你们这类狗男女给我等着 赵主任会给我报仇的 所以有一天 不会让你们 跪下来给我磕头远错 叶天 我很感激你帮助我 我也愿意信手承诺嫁给你 但是这不代表你能口出狂言动不动脚 我可以赶紧打个车 这门你得要瓶啊 你公司都会因为这样了 总结底压是什么 那算了 我来安排吧 员员伯 赶紧送个车路来 请起扇 好准 那辆军用车就别开过来 开闲眼了 放个低大本的 嗯 走吧 谢谢你啊 不客气 哦对了 你女朋友什么时候来啊 我去医院有急事 那我再废负他哎算了算了 人家能借车已经不错了 别再催了 走吧 陈总刚开你开张鞋了 就叫我朋友先过来 啊我这朋友先过来 我这朋友先过来 放一边 去副驾驶吧 我送你 哎 哎 叶先生这我给你开过来了 这位先生太感谢你了 那租车费是多少 我马上转给你 哎不客气不客气 陈总 我跟林先生是好朋友 叶田那你要帮我好好谢谢人家啊 嗯我知道了 你还有急事你先去吧 哎好 怎么了 我没开过跑车 还不开 没事 你就当不同的车开出去 这车也太好了 我又错了 救命 哎 主要是算我的 反正再来小小保险 去副驾驶吧 我送你 哎 37号房子病人怎么回事 这一条线是 3B 要注意事先提药了 37号床的病人怎么回事 3B 要注意事先提药了 有个老鲁通声的 护士小姐 麻烦再宽限几天 我大女儿一定把它全部都补上的啊 这话你跟我说有什么用 自己跟你说就说去 护士小姐求求你 通融通融 我们俩真的有难处 放开 不要浪费我时间了 没钱还想吃定口药 你们也配 妈 你没事吧 你太过分了 凭什么给我妈 过分 有本事 你把医院的住院费交上呀 住院费都凑不起你一家费用 还有脸说我不会 你 你把医院的住院费交上呀 小琴 赶紧从公司账户 转十五万到我个人账户 有本事 你把医院的住院费交上呀 住院费都凑不起你一家费用 还有脸收我回 你 你说谁交不起住院费 我现在要求你给我妈道歉 让我给一群穷鬼道歉 行了 只要你把医院的商业费用 我叫上 别说让我道歉 上我抽自己的东西 好 这可是你说的 喂 小琴 赶紧从公司账户 转十五万到我个人账户 还是 根本不会做医务工作的 哎 先别着急给我扣高貌的 还是等你的十五万到账以后再说 别的 你可自己打最合理 呀 真的有钱了 妈 找到投资人了 我们可以矫情医药费 哎 你小贱人 我一看的就是狗眼看人低 当人虽然敢推老娘 我告诉你 等我女儿的钱一到这 你看我怎么撕了你的主意 妈 别这样 他没素质 咱们不能跟他一样 这个小贱人 他天天嘲讽我 我今天非得套回来不可 我今天非得套回来不可 喂小琴怎么样到这儿了吗 等等 咱们公司的交付那钱全被银行扣除了 妈 对不起 妈妈你失望了 什么 全部扣除 可是咱们公司交付有一千万 咱们只差银行五百万啊 我刚给银行打过电话 咱们说就五百万是赵总当时 承诺的保证金 月儿 出什么事了啊 妈 对不起 我让你失望了 月儿 到底怎么回事 你说清楚月儿说清楚啊 演呀 去演呀 明明明就是一群蠢鬼还在这儿装 我告诉你 今天要是交上住院费 就等着跟你二女们收尸吧 你个小贱人 你敢中我的女儿 我赶紧骗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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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有人要引导 哪个不是时候的敢引导 我没有引导 女儿再敢乱来 我们就报警了 哪个不是时候的改变啊 就是两个臭娘们 不交住院费就算了 这人还打我 那天一定要好教训 不交住院费 还敢哪 赶紧我跪下 给婚子交接道歉 凭什么我们不道歉 是他先帮我们 凭什么 今天这里是脑子的立盘 你蹭出来不再滚就滚 别碰我们 就来吧 可可没放心 别不看 大美妞 我没有引导 ヨア再敢乱来 我们就报警了 養子女女没引导很简单 借我们意味的钱交上了 我先把就走 不然 你不都知道了 放开 你脖子 放开他 爹爹 我 你他媽找死了是吧 我沒有一道 你要是再敢亂來我們就報警了 想證明你們沒一道很簡單 看我們一天的錢交上了 我一把就走 不然 不是哥哥吧放開 你不吃 他有你坐著是吧 你放開他 放開他 爺爺 我 你他媽找死了是吧 趕快拿之前這 你敢欺負他 今天我就給你點顏色 啊 我手斷了 老大殺了你 好了沒事了 小天人你等著 趕在咱們醫院打人我告訴你們 爺爺 你現在打著 這樣 我們剩下的 你這個 我們還是跟我講 趕快拿出來 剛剛 呢 程小姐 这怎么回事 我们医院哪对不住你 李主任 不是他说的那样 请我解释 不用解释 事实就摆在眼前 你们不交住院费 还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我也难保你 李主任实在是对不起 您再帮我忙 我很快就能够去住院费 住院费好商量 但是这个不知死活的人 哪敢打我医院 李主任 李主任 你别生气你别生气 我现在就让他给您道歉 道歉 好啊 如果他跪下道歉的话 好 李主任 明天如果可以的话 我给你跪下道歉 程小姐 我对你怎么样你博着不懂 你居然为了这个小白脸 老子今天就让他跪下 否则就让你妹妹离开医院 别担心 我这只是正当防备 姐姐 让我一起 否则 就让你妹妹离开医院 别担心 道歉 你也配 霸死 你个臭王 凭什么跟我这么多话 我以主任的身份命令你们 滚出我们医院 需需小主任凭什么让病人滚出医院 凭什么 就凭你们欠医院十二万不给 就凭你们在医院打人 那你也挺好了 我们今天过来就是来交钱的 但你们医院的人故意挑衅辱骂 我这只是正当防备 姐姐 别让我们一起 承认 他到底是谁呀 你还能干嘛呀 赶紧让他跪下来 给李主任道歉 妈 他是 是我不管他是谁 你脑子是不是进了水了 啊 现在马上立刻让他跪下来 你妹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 我不会原谅你了 李主任 算我求你 你再帮我一次吧 你 你不想的东西啊 你是想气死我呀 还是想让他们把你妹妹给赶出去啊 好 这个陈月啊 你翅膀长硬了啊 你 你叫个外人来打我 你看 你 妈 不 我不允许你打悦悦 不管你是誰 你放手 這是我媽 這個陳月啊你翅膀長硬了啊 你你叫個外人來打我 你快滾 我沒有你這個不像的東西你 十二吧這個 這是五十萬夠了嗎 夠了夠了我們欠一月十二萬呢 這都五十多了夠了足夠了 十二萬對吧 這是五十萬夠了嗎 哎呦 夠了夠了我們欠一月十二萬呢 這都五十多了夠了足夠了 月兒吧 這小伙子是你朋友吧 哎呦一看就是一表人才啊 這現在年紀五的可少了 你要好好跟他相處啊 這些錢 沒事 剛才挺好車 看到对面有家银行 就去取了点 你先用吧 可是我不能再用你 怎么不能用了 你脑袋是进水了吧 你就是想看着你妹妹 躺在床上没医院 没钱治病吗 小玉 我们走 小明星 你先干什么 没事 刚才挺好车 我说看到对面有家银行 就去取了点 你先用吧 可是我不能再用你 怎么不能用了 你脑袋是进水了吧 你就是想看着你妹妹躺在床上 没医院没钱治病吗 没事月儿 你妹妹刚做完手术 需要用药 你先去交费吧 谢谢你月天 嗯 区区五十万块钱 别敢在我们医院逞房 小玉 我们走 等下 你想干什么 我告诉你啊 这里是医院 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 按照你的逻辑 我们没钱交住院费 就是无理取闹 可我们明明有钱交住院费 那你们是不是应该给的说法 凭什么算了啊 咱们现在有钱了 大不了咱们转大医院去 按照你的逻辑 按照你的逻辑 我们没钱交住院费 就是无理取闹 可我们明明有钱交住院费 那你是不是应该给的说法 这 小子 你算什么东西 敢跟老子要说法 我劝你不要这么嚣张啊 没错 你们要是不想冰床上那个冰秧子 完蛋的话 最好对咱们李主任客气点 否则后果自负 就是 哎叶天算了 我妹妹还叫我继续治疗 不能撕破脸 凭什么算了啊 咱们现在有钱了 大不了咱们转大医院去 妈你说什么呢 仙儿刚做完手术怎么转院啊 哼 算你们识相啊 走 啊 哎等等 你把钱留下 我给你还点 再说了要是像今天这样的 你不把他给开死了吗 再说了要是像今天这样的 小叶 来说说你们家做什么生意的 妈 你现在问这何事吗 哎呦 你瞧我这脑子 你看这些 钱人的地上多可惜啊啊 小叶啊 这些钱 都给我们了吧 妈 这些钱要交住院费的 剩下的还要还一些钱的 你你想气死我呀啊 你妹妹的后续治疗 那不要钱吗 再说了要是像今天这样的 你不把他给开死了吗 月儿 阿姨说的没错 这五十万 你先留这当住院费吧啊 我说你已经 哎呀什么可视可视的啊 你小叶都说了就这么定了 待会我就把钱存起了啊 嘿嘿嘿 我去存钱去了啊 对不起啊 很尽敲 月儿 有我在 哎 月儿 你这车不是抵押了吗 是小叶开车送你来的 你给妈说说 他开的是什么牌子的车 isa 有我在 哎小叶等等 还在聊聊呗 哎呀妈人家不需要送 哎呀没什么 我闲着也是闲着 正好运动运动啊 我去开车 哎 月儿 你的车不是抵押了吗 是小葉開始送你來的 你給媽說說他開的是什麼牌子的車 我不知道他什麼牌子車 那沒事 你媽最喜歡車了 沒有車媽認不得的 我沒開錯的嗎 這是最新款的朋友 哎呦天啊哎呀 你少說也是一百多萬 哎呀我真的我太喜歡了太好了 哎呦我沒開錯的嗎 這是最新款的跑車 哎呦哎呦天啊 這少說也是一百多萬 哎呦我天啊我太喜歡了 太好了哎小葉啊 我跟你說啊 你這車啊太帥了 我太喜歡了 你把這車送給阿姨開 你才另外買一個 哎呦反正這兩天對你買車 這不算什麼嘛 哎呀媽怎麼能讓人家車呢 再說了這車不是夜天的 車不能那麼高 騙你這不是什麼呀啊 誰把這麼好的跑車 騙給別人呢 我沒有騙你 小葉你給阿姨說了 對吧這車的車是不是你啊 這車主不是我 不是你 我給你們看 你吃個冤枉蛋啊 虧你老娘怎麼戴氣你 我沒有騙你 小葉你家也是老äh 這車子是不是你啊 這車主不是我的 不是你 你剛才這隨身電電拿出了五十萬呢 夠了媽 夜天只不過是個退伍軍人 一年前才入職公司當保安的 你放屁 那五十萬呢 五十萬是怎麼回事 阿姨我的確剛退伍 至於剛才那五十萬 是我當兵時候攢的 好玩 我帶你吃個瘋狂蛋啊 虧老年怎麼帶著你啊 你離我女兒遠點 你不許靠近他 丫頭把他從公司給我開了 別受他騙了 媽已經給你找了有錢的公子 我張修蘭的女兒一定要嫁入豪門 好玩 你帶你吃個瘋狂蛋啊 虧老年怎麼帶著你啊 你離我女兒遠點 你不許靠近他 丫頭把他從公司給我開了 媽 我用什麼員工不用你管 雨天 我們走 別把他走 你是不是想把我寄了啊 你別受他騙了 媽已經給你找了有錢的公子 我張修蘭的女兒 一定要嫁入豪門 媽 我說話告訴你吧 我和夜天已經結婚了 什麼 你再說一遍 媽 我已經和夜天結婚了 我是不會去相親的 莫言 我告訴你你必須跟他離婚 媽 放心 你不會和夜天離婚的 因為在這個世界上 只有他關心我愛護我 我永遠都不會嫌棄他 夜天 我們走 你走了就別回來 去民政局 去那幹嘛 我們去結婚 夜天 你走了就別回來 夜夜你沒事吧 我沒事 我就是覺得你幫我這麼多忙 我媽還能量羞辱 沒關係 我不在乎我我只關心你 我只關心你 那是哪 去民政局 去那幹嘛 我們去結婚 夜天 你怎麼了 你怎麼這麼大歡迎啊 月兒 我只是覺得 你這個決定有點突然嗎 突然嗎 我沒覺得突然 只有一個過來人 我必須送上你去 婚姻是人生大事 只有考慮清楚了 以後才不會後悔 夜天 我問你最後一個問題 只給你一次回答的機會 你不用願意 我願意 那那你幹嗎 你給我 打完了 嗯 打完了 你在跟誰打電話 你送給你 天哥 招式集團那邊 已經拿好招呼了 幹的不錯 打完了 嗯 打完了 你在跟誰打電話 你送給你 我當兵是為一個下屬 很習慣這種說話方式 那也不行啊 雖然你們已經退伍了 那也要好好說話啊 好好好 我知道了 以後會注意 夜天 你總感覺你身上有一層物 特別神秘 還有你那些錢是哪來的 你哪來那麼多 厲害的朋友 對 我也不瞞你 這些年 我必須做到了比較高的位置 也通過任務賺了很多錢 結實了很多過命的 不過那都過去了 我現在只想好好陪著你 這也是我想說的 不管你以前有多分光 但是我現在就想跟你好好說 好 那咱們走吧 趙重陽 是你 趙重陽 陳小姐你是個聰明人 應該知道跟我們趙家做的 會有什麼痛苦 但是我現在就想跟你好好生活 好 那咱們走吧 趙重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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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趙重陽 見到你 我好激動 你來的正好 明天都算不來 我明天也會找你要賣的一千萬投資款 呢 陳小姐你是開玩笑的 陳小姐你是開玩笑的 我比你投資了 他不是你自願的 好 娘 明天趕緊把錢給我 不是啊 你就法院見吧 陳小姐你是個聰明人 應該知道跟我們趙家做的 會有什麼痛苦 你聽一句話 只要你答應 做我的女 一馬到家 哦 難怪拒絕本事啊 趙重陽 原來長得個小白臉 陳小姐你是個聰明人 應該知道跟我們趙家做的 會有什麼後果 看這句話 只要你答應 做我的女 一群人 立馬到家 趙弘洋我不想和你浪費時間 你等著法院的傳票吧 還有讓你給我滾開 哎呦 我怕呀 啊 難怪拒絕本少 原來長了個小白臉 這小的 本少爺給你一百萬 一馬滾蛋 這樣吧 我給你一千萬 你跪在地上學幾聲狗吊 你面前這位爺他姓趙 渝州紅髮建材集團的大少爺 本少爺給你一百萬 一馬滾蛋 這樣吧 我給你一千萬 你跪在地上學幾聲狗吊 他說什麼 他說什麼我沒聽清楚 他說給你一千萬 讓你學口教 哈哈哈 這窮屌屍是老子進水了吧 敢在我們面前裝大土豪 看來 是真不知道本少爺的身份 這窮屌屍聽好了 你面前這位爺他姓趙 渝州紅髮建材集團的大少爺 這麼跟你說吧 我們渝州三分之一的建材 都是我們楊哥家的 渝州紅髮建材有些公司對吧 你這窮屌屍聽好了 你面前這位爺他姓趙 渝州紅髮建材集團的大少爺 這麼跟你說吧 我們渝州三分之一的建材 這是我們楊哥家的 窮屌屍 我勸你最好是跪下 跟我們楊哥客上騎個頭 叫起人好爺爺 讓我們楊哥放你一馬 你他媽耳朵聾了嗎 你他媽耳朵聾了嗎 我還給你十秒鐘馬上跪下 否則別怪老子對你心神熟了 你渝州紅髮建材有些公司對吧 那公司確實還不錯 你這窮屌屍 要費什麼時間趕緊跪下 我還是那句話 我給你們一千萬 跪下學幾聲狗叫 狗砸子 你他媽找死是吧 老子今天弄死你 你什麼 你很能打是吧 你等著 老子今天一定讓你跪下 看來你們是拒絕了我的建議 那我奉勸你們一句 做出重要決定之前 給家裡打個電話 不然 我一定讓你毀活當初 距離媽的毀活當初 兩個廢物 我 你還要讓讓你是念家子 你很能打是吧 你等著 老子今天一定讓你跪下 喂吧 我被人打了 幫我帶點人過來 給我找場子 多大點啊 爸 我小楊啊 你快點過來啊 我把定位發給你 你等著 我這就來 你要讓給你 買給你 你快點了 我去去 我去 快點兒 快點兒 你這就去 嘿嘿嘿嘿 臭小子聽到了吧 我爸馬上帶人過來 今天腦子就要弄死你 這怎麼辦呢 雨天怎麼跟你報警吧 哈哈哈哈 程悅 你看看 這個就是你找的廢物 你托老子壞了吧 找這麼個廢物 哈哈哈哈 你相信我的話就不要來了 接下來 就好好欣賞你父親 哈哈哈哈 小小子 如果你有種的話 跟我去車庫 這個外面人多 我怕把你打死留下證據 你敢嗎 隨你 這把你給我一個機會 那你覺得你是不是老子那人死人 你招著誰不好 偏偏招著那位 哈哈哈哈 小小子 如果你有種的話 跟我去車庫 這個外面人多 我怕把你打死留下證據 你敢嗎 隨你 五哥 求你給個機會 我願意為你當牛做馬 這輩子都聽贏的 這樣我覺得你是個老子女的屎 你招惹誰不好偏偏要招惹那位野 能留你一條小命已經不錯了 自己好自為是你 感謝五哥 以後有機會一定抱他 別跟我這種報答不報答的 先幫我自己 五哥出事了 而且什麼趕緊說 那住上姐叫的那個薩貴叫他一聲爺爺 感謝五哥 以後有機會一定抱他 五哥出事了 怎麼了 或者保護成熟姐的兄弟說 趙公男家老攤 既然找人去挑釁葉先生和成熟姐 而且 而且什麼趕緊說 那住上姐叫的那個薩貴叫他一聲爺爺 媽 我還是不想活了吧 喂爸 我被人打了 幫我帶點人過來給我找場子 多差點啊 爸 我小楊啊 你快點過來啊我把定位發給你 校長軍 該怎麼做 也應該比我們清楚 趙公男家老攤 今天跟趙友宏東龍至尊 天王殿殺 如果天王殿殺真的發怒 掌握急救 不要陪他殺仗 趙友宏東龍至尊 你等著 我這就來 你等著 你等著 我這就來 我這就來 你等著 你等著 還是不要了 你等著 我等著 你等著 我們去的話 只可惹他們高興 媽 趙公男家老怕 今天跟趙友宏東龍至尊 天王殿殺 如果天王殿殺真的發怒 掌握急救 不要陪他殺仗 趙友宏 要不是他關了他兒子嗎 會出現這種事情 趙公 你跟他去一趟 如果赵永俊舍不得动手 杀他竟如此的话 就帮他一把 做掉他 好的我这就去 哈哈你等着我爸的车 我爸来了 爸 爸 你放心 今天我不会弄死你 我要你亲眼看着我把这个女人摁在床上 哈哈你等着我爸的车我爸来了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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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爸 爸 爸 我才共得了 你 我 我 我赵英俊 有人偷担保 一千万 明天就回到你的上市 你到底做了什么 赵英俊这人 怎么会追下求饶呢 感谢陈教授 感谢陈教授 我赵英俊 有人偷担保 一千万 明天就回到你的上市 我相信赵总这次 现在可以放趟走了 自己学名就好 好了赵总 您快送你儿子去医院吧 我感谢陈教授 感谢陈教授 我都走去 还在这干什么 还在这 咱们妈 老大 你也要 你 趙勇军來求饒 是害怕咱們以後 報告趙紅陽 姐姐 你到底做了什麼 趙勇军這種人怎麼會歸下求饒呢 我一天都跟你待在一塊我能做什麼 你趙勇军這麼大的老闆 怎麼會來求我們啊 那是一八戒台集團破產你 什麼 你們那集團破產了 這怎麼可能 難怪趙勇军來求饒 是害怕咱們以後 報告趙紅陽 有道理 可惜了這麼大一家公司 居然倒閉了 這有什麼可惜 紅髮健台集團雖然破產了 但應該會有別的公司去接手他們生意 不是 算了 似乎消心 我上蝶日找腹 拿多鴛 咱們 帶い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